大家好,我是超子 清炖鸡块怎么做才会汤青肉烂 为什么自己炖的鸡块总是又腥又柴 今天超子教大家技巧 不用太多的调料也能做出完美的清炖鸡 首先准备一只不下蛋的小母鸡 用喷枪把上面的毛给它喷一下 做清炖鸡则选用一年以上的小母鸡更加有营养 鸡脖子上的皮是很脏的,不建议要,可以把它扔掉 用刀的后半部分把鸡肉做成小块 做鸡块要快,狠,准,一刀斩落 这样鸡肉里面才不会流骨渣 瞎麻烦的,这一步也可以交给热心摊主来处理 全部剁好以后,加入清水清洗 放入一小把干淀粉或者普通面粉 这样清洗鸡块时,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吸附出来 清洗的鸡块更加干净 用手揉搓,洗出血水 多清洗几遍,洗至水不发昏为止 洗好以后,控水备用 准备少许菌类,加入清水浸泡清洗 也可以放入党参,当归,大扫等等 这样做出来更加滋补 起锅,加入清水 冷水下锅,放入鸡块焯水 放入少许姜片,黄酒或者料酒 开大火把水烧开 开锅以后撇掉浮沫,在锅中煮3-5分钟 把鸡块的血水全部煮出 煮好以后,关火把鸡块捞出 放入盆中 再用温水清洗一遍 这样炖出来的鸡汤更加清亮 清洗鸡块的时候,要用热水或者温水 千万不要用冷水 用冷水热会迅速收缩 炖出来的鸡块发影发柴 洗净以后,控干水分 清炖机最好选用砂锅 砂锅中加入足量的矿泉水或者清水 开火把水烧热 放入姜片,葱段 水烧热以后,再放入焯水的鸡块 泡好的蘑菇大扫控干水分 一起放入砂锅中 前期先不要放盐 先放盐会使鸡肉脱水,营养流失 炖得鸡汤不鲜,鸡肉吃的还硬 大火烧开锅以后,转开最小的火 盖上盖子,炖一个小时左右 中途最好不要加水,水一次性加足 加水的话要加热水,不要加冷水 一个小时以后,先开盖子,满屋飘香 这个时候的鸡肉差不多就软烂了 然后我们再放入盐调味 放入少许枸杞 再次盖上盖子,炖20分钟 试鸡肉的老嫩可以增加或者减少炖汁的时间 调味只需要放入盐,就非常的鲜美 如果用碟饭锅制作的话,大概需要三四十分钟 就这样,一道简单好吃的清炖鸡块就做好了 汤清肉烂,不腥不柴 按照我的方法做,不好吃,您推着鸡来找我 喜欢本视频的关注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感谢朋友的支持点赞 赞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